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春正好是我演过 人物缺点最多最大的曲 哎呀就是砍竹子 一转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快告诉你的粉丝 要相信光哦 Hello大家好我是演员荷兰豆 在青春正好中饰演鹿瑶瑶 鹿瑶瑶请回答 鹿瑶瑶是一个怎样的解色 她有接点吗 鹿瑶瑶就是一个挺有野心有明星梦 有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女孩 加上她会有一点爱情和虚荣 确定很多的一个女孩 当然她也有对梦想比较义无反顾的小优点 鹿瑶瑶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 她的安全感来源于 她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她才一直从事业和爱情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 剧中追梦的过程中鹿瑶瑶的观点是怎样的 你觉得追逐梦想过程中遇到困难 是坚持还是妥协 鹿瑶瑶就是很想大家齐心协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去实现梦想 但是还是不太成熟 她表现的特别的心急 遇到事情她也可以坚持 但又好像有点脆弱 就是遇到打击她的承受能力还是稍微差一点 还是生活中比较普通的那种女孩子 请用角色台词来为新剧播出打call 要相信光哦 鲍兰道请回答 青春正好是你演过最什么的剧 青春正好是我演过 人物缺点最多最大的剧 谁是片场的气氛担当 昌荣 她特别搞笑 最终最喜欢的拍摄场景是哪里 最艰苦的拍摄场景又是哪里 就是我们在那个村子里面的时候 风景特别的美 但也确实是最艰苦的拍摄场景 拍摄这部新剧 遵长了哪些奇迹怪怪的技能点 就是看主角的 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广东省惠州市 有什么特色吗 比如名胜古迹 我觉得西湖可以去玩一玩 你觉得你的家乡是回得去的家乡 还是回不去的家乡 原因是 回得去的家乡 原因是因为 买张机票或者高铁票就不回去了 也可以开车 最后请给王一哲出一个问题 一哲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快告诉你的粉丝吧 那我还没有自恋到那个程度 我的微信银声是 诶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西游记 然后悟空从那个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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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春正好》这部戏 然后可以多多暴露一下 见到这个人接下来 《青春正好》剧组 严调时的 我想睡觉 睡觉 因为这个戏太累了 就是有时间大家都在睡觉 所以你说你自己在《青春正好的》 今天给拍一次了吗 有一句台词很绝对 是我对文童说的 然后台词是这样的 文童初恋的你根本就不懂 什么是爱情 希望我们《青春正好》 可以一切顺利越来越好 本人是田小强这种痴情选手 还是必时值得的类似 在我的印象里 我是属于痴情 痴情型选手 我一般看都正当光明的看 我太不偷偷看了 那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了 就是有时候看到 你我吻戏的时候 就很羞耻 真的很羞耻 鲜口 鲜骨 骨 第三个 选一个你最想尝试的类型 最想尝试的类型 其实有两种 一个是现实主题 然后一个是悬疑 那你最想尝试的那一个骨 我最欣赏自己的拳骨 因为它很土 如果脸的身材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哪一个 我肯定选脸啊 因为身材可以后天 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变啊 那脸就是爹妈生的 然后那没法改变的 不过也是 现在也有后期什么医美啊 对吧 越来越长大 但是我怕疼 所以我一般就不敢不敢弄 韩梦阳 安逸 青春正好 我觉得青春正好 是一部非常正有量 而且非常符合年轻人 尤其是当日 刚毕业想创业 没地方创业的时候 我建议你看一看这个片子 说不定会有一些启发 还要用昌龙介绍啊 大家快去看 拆二代的身份和演员二选一 你选择吗 哎呦老许 拆二代其实挺好 脸员其实也不错 我先当拆二代 然后再去做演员 道具陆瑶瑶 最可爱 文童 最漂亮 方梦初 最帅气 名书旺 最稳重 常笑 最搞笑 还有谁 钱小泉 最单纯 秋风 最洒 柳欢 最活泼 郭启明 最有手腕 好了 没了 今天采访到此结束 大板